香港,一个有700多万人生活的现代化城市 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树楼 要支援这个城市的日夜运作 基电工程署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 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质素是基电工程署的核心价值 作为政府各部门最为信赖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团队一夜紧守岗位、用心服务 以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负责的态度 提供优质可靠的基电服务 支援各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的运作 一个现代化城市 市民生活与各式各样的基电设施息息相关 基电工程署负责执行多条与基电设施安全相关的法例 包括电力 气体 公共运输 升降机及自动梯等 确保公众安全 除了执法工作外 我们为业界制定专业指引 促进创意和科技运用 推动基电业界 与时并进 整体提升香港基电设施的安全 基电工程署多年来推动能源效益 包括定立法例 推广重新校验 及推动可再生能源 以大幅减低香港的能源强度超过30% 此外 我们发展全港首个位于启德的区域功能系统 大大减低区内建筑物制冷所需的能源 基电工程署会继续在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及智慧城市建设上担当重要角色 创意科技是未来发展的动力 我们推动政府基电设施数码化 透过先进监测系统 建立大数据库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 令操作及维修服务更准确 根据成本效益 为了推广创新文化 我们设立基电创科网上平台 为供应机构的服务要求 及基电初创企业的解决方案 进行配对 整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我们重视人才培训 大量投放资源 提升训练设施 并与业界协助 吸引更多青年人 加入基电业界 为行业培训未来所需人才 随着大湾区的发展 粤港澳交流及合作 会继续深化 基电工程署 会为支援香港担当区内国际金融中心 及航运宣扭角色 作出重要贡献 香港一个不夜之城 基电工程署的团队 继续日夜耿守崗位 全天候 全方位服务市民 支持社会持续发展 为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 全力以赴 基电工程署 专专专专 可靠 用心